好了,大家好,今天是9月11日 回到明報報常懷伸擊的時間 今晚美國就會公佈通脹數據 預測是2.6,比上一次還要低0.3 看看美國的通脹是否再進一步回落 美匯指數當然受到美國息口 開始有機會大幅度減的因素 你見到美匯指數基本上上不到 雖然彈上來,昨天最高也上升101.5 但在技術上,我們早前已經知道 美國有機會減息 美匯指數反覆向下,非美貨幣上升 尤其是USD 你見到美金跌日元升 好了,在美匯指數走勢上 我們預計基本上爬不上去 102多,鬆一點,這些位置是上不上的 我們仍然都是採取一個高沽的策略 至於USD 在技術面上,當然你現在見到它繼續沉底 做14106,基本上低於上個月 8月5日,環球股市急測日元測倉 那天的低位14168更低 看這些走勢上,會有機會挑戰 140甚至更加低 我不建議大家去買美金去沽日元 不做這邊的 反而是如果它有反彈 我們都是要做沽美金買日元的 其實這個trend是沒有變的 至於會有機會跌到那邊呢 如果你純看技術面,它可以跌很深 深度那種137,或者是再下去 說到135都可以 現在的記術面擺明是在做這邊的了 看看下一步,可不可以有機會 都是高沽美金買日元 至於其他非美貨幣,譬如歐元 歐元就會有機會 星期四大幅度減息 英鎊,等它們回調之後 其實方向性上,我們預計的美匯 是會有機會穿100 然後再進一步下去 暫時來說都是沒有變的了 對於美匯指數來說 都是採取高沽策略 就是這樣,好嗎? 今天就這樣,有問題 留言給我,拜拜!